女人的脚好像沾上了什么东西 下一秒 她的脸开始慢慢融化 这时一只小阿黑上去瓦了一勺 好奇的放进了嘴里 我的妈呀 居然是冰淇淋味的 真是太可怕了 原来这是一家诡异的冰淇淋店 专门称话那些不听医生话 喜欢贪吃冰淇淋的人 可一个女孩却偏偏不信 她大摇大摆的走进这家店 为了告诉老板自己生病了 还故意咳嗽了几下 小阿黑一看果断关上了大门 结果女孩就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先是脸开始融化 接着就是手指头 就连脚也开始不听屎活了 下一秒 女孩直接就变成了一滩烂泥 而旁边的人却一点不害怕 反而异常的兴奋 看来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小阿黑赶紧上去 挖了一勺就放进了嘴里 她想尝尝 这次是什么味道的 该怎么标价售卖才好 就在她沉浸快乐时 女孩开始更加快速的融化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女孩就只剩下了一对假牙套 最后小阿黑又拿出了自己家祖传的抹布 左三圈右三圈的擦完后 就把它们拧进了垃圾桶里 我的妈呀 这谁敢吃呀 可她却自信满满的 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小男孩不小心打翻了一瓶神秘液体 结果手上的温度 居然达到了3000度 她露铁 铁会瞬间融化 摸鸡蛋 鸡蛋也会瞬间变熟 就连桌子也会被她烫出大洞 小男孩被吓坏了 于是赶紧把手放进水池里 但水却一秒就干了 于是她又想到了冰 她以为这样肯定会降温 但她去拿纸 纸又突然燃了起来 这可怎么办 她今天必须要做一块大蛋糕 因为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但痴迷实验的爸爸却根本不在意 她把自己实验失败的药水 贴上标签就放到了柜子上 根本没有注意到儿子的礼物 但小男孩并没有失望 她决定为爸爸做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可就在挂派对挑服时 不小心又打翻了爸爸的药水 这下惨了 手居然变成了3000度 冰箱里所有的食材 到她手里都瞬间变熟 就连做蛋糕最重要的鸡蛋 她都无法倒出鸡蛋液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却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了好办法 她用铁夹子夹起个试管 用它来抽取鸡蛋液 然后再放进早就放好黄油的容器里 可她想去夹面包粉 夹子却被烫熟了 于是她就用手套去抓 可手套瞬间就秃了皮了 她小男孩并没有气馁 她用手指轻轻用力一点 面包粉就撒了出来 她测量好量后 就关上了柜门 再用机器搅拌后 就放进了烤箱里 经过9981分钟后 蛋糕就好了 就在这时 又一次失败的爸爸 惊讶地发现 厨房已经一片狼藉 看着派对上的条服 爸爸才知道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他很后悔 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孩子 幸好没有酿窗更大的危险 所以请不要忽略 孩子对爱的感受 因为陪伴 才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爱 一个七巡老太太 在山上发现了个巨大的金矿 可警察阿伟却说那是黄铁 因为长得很像金子 有很多人被骗 老太太信以为真 可阿伟一下山 就匆忙地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儿 几个人就拿着探测仪上了山 机器在黄金上 一点一点探测 几个人也都表情凝重 大气都不敢喘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确实是金子 而且纯度999.9 极品中的极品 满满一山呀 几个人瞬间开始幻想 几金富豪榜 突然老太太就出现在他们身后 老太太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大骂他们不要脸 还想骗自己 那明明是金子 阿伟很不屑地说 这金矿不是你家的 你管得着吗 老太太听后怒了 原来他的儿子被骗 买了这座山 欠了巨战 就杀了 儿媳也因为不堪重负 吊死在这里 现在这座山就是老太太的命根子 你们还想挖走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老太太扭头就要去报警 一行人赶忙上前阻拦 这时一个人不小心碰到了探测仪 巨大的响声吓坏了所有人 老太太被意外推下了山崖 几个人赶忙追了下去 幸好老太太还活着 几个人商量要送往医院 可巨大的金矿摆在眼前 被人知道就前功尽弃 于是几个人被贪欲战胜 选择灭口 他们死死地掐住老太太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一个猎人老乔发现 老乔举枪想要救老太太 突然 一阵喊声响彻狭狂 那正是老太太智障的孙女 老乔迅速拿望眼镜 确定了女孩的位置 并迅速地跑了过去 他知道如果让恶人抓住 女孩必死 而几个恶人也都各使眼色 围了过去 好在老乔快了一步 找到了女孩 突然阿伟就出现在了高处 几个恶人也瞬间围了上来 看来凶多吉少了 老乔立马钻起枪 手指已经箭在悬上 突然传来了老太太的呼救声 阿伟趁机架起了老乔的枪 女孩也上天拼命的拽 突然一声枪响 原来枪走火大中一人 老乔拉起女孩趁乱逃跑 森林里一个猎人拉着一个女孩 正在拼命的逃亡 后面竟是几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 在猎杀他们 猎人很熟悉这里的环境 带着女孩躲进了树桶里 然后拿出纸笔写上字 让女孩去山下找警察 自己一个人去引开恶徒 恶徒们果然中计了 他又一次利用自己熟悉地形 躲进了树桶里 可他忘记阿伟是警察 终究低估了对手 老乔被抓住了 有刑侦经验的阿伟 命人反方向追杀女孩 很快女孩被发现 一声声枪响 想撤峡谷 女孩不停地跑 这边老乔被枪声惊醒 嘴巴不停地动 一个恶人以为他要说什么 老乔直接砸晕了他 拿起枪就顺着枪声追了过去 突然一声枪响 打中了女孩 可女孩又站起来了 原来是子弹打偏了 可恶徒们已经就在身后 智障女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他们举起枪 准备和女孩告别 刚要开枪 原来是老乔赶了过来 老乔死死地抱住了女孩 他誓死都要保护女孩 原来他和女孩的父亲是患难兄弟 在一次事故中 女孩的父亲让老乔 引自己的糖浆 和食自己的肉活下去 并把女儿托付给了他 这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而这群恶徒也发现了逃跑的老乔 紧急败坏的他们 无论如何不能留下活口 于是新一轮的猎杀开始 四里里一个老猎人 带着一个女孩拼命的逃亡 后面是几个气急败坏的恶徒 因为一个惊犷 要杀人面孔 两个人一直逃到晚上 这时下起了大雨 突然强光闪过 恶徒们追了上 第一枪打动了老乔 这让女孩被吓坏了 冲了出去 被阿伟一枪打倒 对于老猎人来说 什么都是武器 他抓起富棍 就敲晕了阿伟 大雨旁驼 自己也身受重伤 但他必须背着女孩 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那是兄弟的重货 老乔把女孩安置在山洞里 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等到老乔出去 阿伟一枪就顶到了他的脑袋上 最后就一枪打死了他 而此时街道山下居民报警的警察 也赶到了山上 发现了被埋起来的老太太和山上的金子 这便仅剩下两个恶人了 突然一个人影闪过 其中一个人被打死 阿伟赶忙逃跑 可还是被拦截 老猎人已经举起了枪对准了他 原来刚刚他是在装死 死在临头的恶人还在讨讽猎人 果然坏人死于话多 老猎人一枪打死了他 可当他回去找女孩时 突然被一棍子敲晕 竟然是阿伟 原来死的是他双胞胎弟弟 而现在这个正是哥哥 女孩听到了枪声 想要救老猎人 恶人又一次恶狠狠地举起了枪 老乔拼命地抱住了恶人的大腿 恶人狠狠地砸老乔 老乔不能放手 那是他的使命 就算死也不能辜负 他早已经把女孩当作自己的亲孙女 无论恶人怎么砸 他都不能放手 他拼命地喊 快跑 气急败坏的恶人拿起了枪 突然一枪 原来是警察赶来 恶人被乱枪打死 奄奄一息的老人看着安全的女孩 终于闭上了眼睛 他终于亲近了所有 换来了女孩的平安 也不负兄弟的重托 闲还节草 以得报恩 这只小狗太可怜了 第一天和主人见面 就因为残疾 被小主人嫌弃 但狗狗并没有在意 还是爬了起来 再一次奔向主人 却被主人一脚踢飞 其实小主人并不是讨厌他 而是因为他也失去了一条腿 他不禁整天躲在家里打游戏 还把窗帘都关上了 生怕被别人看见 他将一切的希望 都寄托在虚幻的游戏里 直到这天 妈妈送给了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大家可以看 居然是一只小狗 狗狗很可爱 但小主人却烦透了他 因为他也天生残疾 这时狗狗发现了只小红球 他想去捡 却重重的撞倒在桌子上 小主人一看 更嫌弃他了 所以狗狗邀请他和自己玩球时 他一脚就把球踢进了箱子里 狗狗天真的以为 这就是在和自己玩 虽然身体不灵便 但狗狗从来没有放弃快乐 他跌倒了就爬起来 又跌倒又爬起来 小男孩总觉得不可思议 直到狗狗跳进了箱子里 可箱子却把狗狗困在了里面 这可把小主人乐坏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箱子 小球却不见了 但狗狗的精神已经感染了小男孩 他也想尝试这种快乐 所以狗狗再次邀请小主人来一起玩时 男孩勇敢地拿起了球 决定像狗狗一样勇敢一次 他将小球踹进了兜里 又相互合作 打开了那扇门 这是小男孩第一次走出家门 所以你如果不被困难打败 那么良好乐观的心态 就可以治愈一切 你在乎的永远不应该是别人的眼光 而是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如果你被困在电梯里 该怎么办呢 这个狗头男人刚上电梯 就跟进了一个疯癫的黄毛 看装扮还有点不太正常 狗头刚瞅了他一眼 结果电梯不仅剧烈晃动 还停在了原地 难道电梯坏了 没错 这时黄毛看了一眼时间 居然毫不慌张 还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吃起了点心 黄毛大方地分享给狗头食物 狗头却根本不想吃 因为他很慌 但更糟糕的是 突然电梯又停电了 没办法 狗头只能拿出了自己的小夜灯 黄毛一看 也拿出了自己的小装饰 还将电梯打扮了一下 既然怎么都出不去 还不如理性对待 于是两个人把自己的东西 都拿出来装扮了一下 居然有很多椅子 原来他们一个是出门 买圣诞装备的 一个是不满意工作 炒了老板鱿鱼的 狗头焦躁的心 也终于被快乐的黄毛感染 两个人居然还玩起了牌 又分享了各自的食物 甚至喝起了酒 仿佛早就认识一样 完全没有被困在电梯里的赶脚 吃饱喝足后 突头还玩起了浪漫 一个抱枕 对吧对吧 就变成了装饰 格调还真是别有动天 黄毛将自己的圣诞礼物送给了他 居然是一个纸糊的爱心 哈哈哈哈 但突头还是十分感谢他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既然改变不了事实 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 积极地面对 可以解决一切困难 我们下期再见